第一阶段全面封锁令延长到这个月28号 在野党议员纷纷呼吁政府及时为人民提供更多经济援助配套 避免引发倒闭潮 也能保住国人的生计 尤其为T20高收入群体以外的人民提供自动暂缓滑贷计划 以及提高薪资补贴金额至每名雇员每个月1200令吉 为期三个月 否则所谓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早发文告直言 随着国安会宣布延长第一阶段的全面封锁措施 政府也得提供另一份经济援助配套 从1兆300亿令吉的本地债务市场 借贷450亿令吉 为人民缓解燃煤之急 林冠英强调 国民政府必须宣布一项 涵阔全社会的经济振兴配套 注资450亿令吉 尤其在封锁期间 每天的经济损失可达到24亿令吉 如果能够及时注入这450亿令吉 一定能够缓解眼前的紧张局势 林冠英重提西蒙的五大纾困建议 尤其为T20高收入群体以外的人民 延长自动暂缓还贷计划 直到我国新冠肺炎免疫计划 在今年底结束为止 同时行动党全国副秘书长尼可敏也发文告指出 政府宣布全面封锁令延长两个星期 将造成我国经济平均每天损失15亿令吉 将近一个月的封锁期 可将经济损失推高到450亿令吉 人民的生活负担更是百上加金 尼可敏也建议政府即刻下达指示 要求银行落实自动暂缓还贷计划 长达6个月 范围涵扩透支贷款 抵押贷款 房车贷款和信用卡 同时免除所有利息和银行费用 重新安排贪还期和延迟支付利息 尼可敏指出 去年我国银行的总利润达到311亿5000万令吉 而且根据今年第一季度报告 国内所有银行的营收 都达到同比增长 如果能够落实暂缓还贷计划 不但能协助M40群体和数以百万的中小型企业业者 还能避免爆发倒闭潮 保住300万人的饭碗 他强调暂缓还贷不影响银行的盈利 只是为接待者用时间换取空间 分担经济压力 行动党以保动区国会议员黄家何则认为 政府去年落实行动管制令 为雇主提供薪资补贴计划 从每一名雇员首三个月 每月1200令吉补贴 直到后期付上更严格条件 提供每月600令吉补贴 成功保住将近270万名雇员的饭碗 不过黄家何点出 中小型企业业者面临长达四个星期的全面封锁 而政府却只提供每名雇员每月600令吉补贴 显然是杯水车薪 也没有提供类似去年总额50亿令吉的 特别援助资金的融资计划 因此他呼吁政府提高薪资补贴金额 至每名雇员每月1200令吉 为期三个月